回到第一輯,你覺得自己緊不緊張 或是你最緊張是哪一集 緊張?其實每一集都有點緊張 如果最緊張我覺得是阿風哥和Ron哥那集 今晚那集 因為我自己真的很喜歡他們兩個 有一點像那些小粉絲見到偶像的感覺 即是見到我,阿Lo,錢家樂 很放鬆的 完全不是 又不是 我不是你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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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我的人 你知不知道 你錄完掌門reuse 那集有誰 有大師兄、長師兄、Low星和蘭西 四個裏面有三個長師兄 包括我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顧一下小朋友 他好像全程沒有說過話 不如你幫他想想 你拍攝師兄 第一次見到他都跟我說 你幫幫他 你想想有三個前輩 西姐簡直是 我都不好意思說了 四個前輩 我們等一下射球給你提你的名字 就是讓你有反應 哎呀 你也是沒有反應 大家 化身有上身 不是 那一下是 我現在說沒用 下個禮拜大家看 我自問第一輯 真的有一點緊張 可能第二輯會好 我說沒有你了 下一輯 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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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圈圈主持 阮兆祥 祝晴 天恩 總有一圈圈中你 衝出來 小喇叭 太熟悉的聲音了 每逢星期四星期五晚上十點半鐘 留意TVB都會有這個全新節目 美恩小喇叭 當然今天請來兩位節目主持人 他們是麥美恩 曾展望 接下來過幾小時 我想我都可以閉嘴 我們三個閉嘴 無論在直播或直播的朋友 可以把我音量收拾 未到晚上時間都可以收拾 有現在吵到大家今晚十點半 十點半 再吵給大家聽 很好 我終於開始做直播 之前也是做錄音的節目 我現在怎麼說錯都可以 看著 看著 又未必可以 我們有電檢處聽著 好了 美恩就恭喜你了 謝謝 因為這個是屬於你 第一個個人的綜藝節目 美恩小喇叭 其實眨眨眼 我們看到美恩的成長 例如最初 11年香港小姐 到現在24年 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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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香港小姐 晉升成為最佳女主持 又一個自己個人的綜藝節目 你覺得這條路 這個時間 會不會是剛剛合適 剛剛好 還是不是的 我覺得實在太長了 等得 三年都應該要做 早一點 早一點 曾志偉先生 其實有沒有想過 給自己的時間 給自己的成績 我覺得如果太早給我 我未必能接受到 因為我覺得自己的心智 情緒 還有有沒有能力去擔當 這個最佳女主持 我覺得太早給我 未必能幫到我 三分鐘是害了我 一來就是人會癢 會看不到人 最重要是剛剛Dude姐走 你明白嗎 Dude姐在旁邊 Dude姐在這裡 離開了Dude姐 那你剛剛上了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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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因為社會氣氛 疫情結束之後 大家開心 可以聊聊天 見一下大家的笑容 我覺得 我可以發力了 因為如果你早三年給我 我覺得如果 我又空式 又怪了家人 我未必可以這麼投入 去創作自己一些屬於自己的東西 現在剛剛好 又有這個獎 又給我一個肯定 周志偉先生 是不會理你 有沒有時間 做吧 這樣就開了 那我又覺得 GM應該不知道來龍去脈 其實第一次開始 是未提到你的名字存在的 開了新節目之前 是知道有個小鮮肉給你的 但不知道是誰 那我就說 你不要給我一個服的 你給我說話的 會幫忙 你不能自己假鮮肉 不不不 他剛剛提出了 他對小鮮肉的要求 他除了英俊之外 他要有些說話 好像天欣一樣 有些樣子 鼻子又弄好了 哈哈 他當作那些 只是讚人 中日直發生 立刻摸一摸 鼻子 看看怎樣 有些美式 哇 那些嘉賓 全部都不只看女兒 看兒子 看旁邊的也好 是不是 是 就是 就是 那些 數字的 來不來 傻奸奸奸 小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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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授權 他問錯問題 問錯問題 錯時間 問問題 都沒有問題 始終是這樣的 我們跟了曾先生做這麼久的綜藝節目 都知道 每個綜藝節目 如果有兩個或以上的人 一定會有上把和下把 因為我自己本身 拍綜藝節目的經驗都不多 是 我本身自己拍劇多 所以這次我其實很開心 有這個機會可以 向我這個 最佳女支持 嚇壞 你那個是甚麼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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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展示一下 剛才明明說我可以說錯話 我剛才所說的 不是 我想說我真的很開心 你那個節目可以 這是人來的節目 哈哈 大家剛才刪了 我曾經說過 聽不到 不是 剛才那些客氣的 不用說 很開心 可以和你合作 我想知道一開始 是怎樣得到一個通知 你要去演出這個綜藝節目 那時是怎樣的呢 我其實第一次知道 是有一次我們 我們之前拍了一個節目的 就是去澳門玩的 請一天搞去旅行 那之後呢 有一天我們就要去吃飯 那監製跟我說 遲些我想找你做個節目 畫 那麼開心 但是那時也不知道她的形式 只是跟美安姐 是 美安姐 轉了 轉了 之後那時 就開始第一次聽到關於這件事 但是 之後那個節目的形式 也是 我們去到開會 上公司談的時候 才知道的 是 那不如先說說 一直以來 你對美安姐的印象是怎樣 其實是說真的 你說 你說 你試試說 幸好有片 你看她的眼神 不是 好像閃上 可以說 唉 說了一部戲 說真的 是女神來的 我自己本身 先來 本身呢 真是由看學是學非 已經很喜歡她 一直在幻想 不是阿里而已 看鬼公司 沒有 沒有 我只是看美恩 那時 因為那時看她 就覺得 她做一些反應也好 反應 什麼反應 對著一些博士 對著一些博士 那些博士的反應更好 看到那些男人有反應 是很正常的 所以聽到有機會 可以跟美恩合作 是很開心的 嗯 現在開始了 今晚播第八集了 第九集了 第九集了 播了八集了 現在第九集 今晚大家真的要密切期待 因為真的是王牌來的 林峰 吳卓希 25年的兄弟情 黃金畫面出現 我想我在TV這十幾年 未見過這個畫面出現 很久了 兩兄弟大家聚首一同 可能她私底下會經常見 沒錯 但你說在螢光幕上 他們真的很少抱怨 是鮮幼 是不可能發生 我是追索到 究竟對著一個類似的 已經是吳君如的星星同學會 很多年前 已經還有一個三哥在中間 但是他們兩兄弟 放在一起聊天 幾乎沒有什麼 首先 每一集 當然Many 斯拉巴 都會找一些有話題性的人 或者大家想見到的嘉賓 上來 林峰和吳卓希 在你的餐單上 為什麼會出現 因為始終你個人節目 你一定要曬一曬 這是現實 你私底下和林峰和Ron很熟 是沒有交情的 很現實 很現實 有無數人問我 你和林峰很熟嗎 你和Ron經常去玩嗎 沒有 我是 想而已 是嗎 我是不是 我是不懂得跟他們玩的 是這樣的 而且始終是不同年代 我在機緣巧合和林峰有拍過《史龍行者3》 我和他一個很特殊的兩集劇情 很深入很虐心的劇情 所以就形成了一個哥哥很疼一個妹妹的關係 我也覺得很神奇 如來圈有一些這麼單純的關係 我都不敢相信 你試過一些不單純的關係嗎 我和你一起去玩 你都不足夠 我們都不足夠 兩三天 阿楓哥說 我有張相片給你 我說你抄牌 他說因為我拍了死那場 他說我拍得好 但我保持了張相片 很隱碎的 我發給你 他說不要緊 這個不是前提 前提是我們交換了電話 然後他就直接打開 喂大家聽到嗎 林峰抄我牌 是呀 跟全場說 你先打一下 你知道其實開工我真的要工作 插完這個動作 你真的不知道怎樣傳出去 你又不需要連累了一個偶像 但是那個口合就是 我保持了他的電話 我沒有機心的 但想不到我拿了這個獎之後 我有這個節目 然後他們問我想請誰 我有信心請到林峰上來 為什麼 我有一個電話 我打到應該直達天庭 直達林峰 直達天庭 除了他之外 亦都是一個電話找到岑麗香 岑麗香其實他也專心照顧小孩 我知道他性格很保護性很強 要他說自己的話 其實他也要考慮很多事情 但他也是一個電話 對方說好好的 當然 你的電話當然 就立即答應了 又是一個電話 我覺得兩個好姊妹和兩個兄弟上來 我覺得已經很厲害了 所以你就出動自己私人的維持卡 自己找回來的 其他素人那些其實都是 其他就是素人 其他就是素人 他就是素人 大哥 他不是素人 他是恩星 我以為他想說的是什麼 我以為他想說的是什麼 素人就是幾個人 喔 數個人 對不起 你說的那個大哥 我覺得是一顆星仔 星仔 聖飯聖飯 暗淡 沒事了 但其實我們看了這麼多集 有很多主題 可能大家平時在TVB的訪問節目裡面 都不會涉及到的一些內容 是否由開始 你們設定一個風格 除了一些圈中大家想看的畫面 我就是希望去探討這些主題 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你們才開這些 其實我們是12集 有12個題目想碰到的 有些是什麼 一定是有流量的 大胸的煩惱 你說大胸已經很文雅了 喂 大胸的煩惱 有時候我們也是這樣 有些球賽 你說阿仙奴對利益好 大胸 入口的數字是高的 盧頓對樂定咸森林 這些比較小 小胸 小胸 我們暗足一點 我們暗足一點 你一定是熱到話題 是 還有我沒試過播完一個節目之後 第二天 無數的馬佬走來 喂 我有看兩個節目 喂 挺好看的 同事 我十年都沒有跟你一句對話 你走過來 很好看的 無數的馬佬同事 走過來跟我說 我有看兩個節目 做Liana厲害 做Liana厲害 很厲害 那六對 哇 沒什麼 六對 你想到這個題目了 嘉賓人選 你是怎樣選擇 我一定要選擇 我一定要選擇 這兩個真的 不易點選 畫面上沒有兩句 那件事真的不成事 零零姐 零零姐是有心準備的 不同電台 女神 遲早 OG 另一個我都沒想過成事 就是請到一個AV女優上來 為什麼 你有沒有聽過 有AV女優上翡翠台 我聽也沒聽過 哇 那天那個廠裡有多少人來探班 真的對我上鏡 Alice 是的 大家經常說 看那些片段都不一樣 不是 你真的看那個真人 他有氣質 我覺得很有女人味 對 他靜靜的時候 其實他有很多東西可以表達出來 所以說 一些標籤 是會引到人注意 但是這個節目就是讓你看到 他一說話的時候 你會不會探討到別的東西 隔壁的角色 那女生也是有趣的 大家又容易被她外形標籤 她說 雞仔聲 她說一下 她感覺到我們給她信心 我們很斯文地探討她們的故事 到最後 Terry的女生 她說回她家人的故事 她很有信任地說 其實她經歷了一段 學業上一些挫敗 她有情緒的困擾 以至到她靠COSPLAY 墮入角色 來找到另一個世界 是 然後她說她媽媽 因為知道她上來翡翠台 她媽媽幫她套衣服 是 那你就明白 話題就在這裡 有一個平台 有一個認受性很高的節目 是 去告訴她 你女兒的職業我們是認可的 我們很想探討 那就可以把前輩和後輩 可以拉回一些話題 其實好像是一種另類的東西 但我們一個電視台很想去認識 我真的很喜歡這一個想法 因為經常都說 我們在訪問節目裡面 我們希望畫到一些 大家覺得很飽 很飽 或者很有話題性的資料 但其實如果我們通過這個訪問裡面 又可以做到某一種教育 對 不同的資訊滲出來 對 可以令到大家對某一件事情 有另一種看法 對另一件事情的了解 兒子也是 譬如兒子的性生活 他們怎樣去追求兒子 其實想YouTube 想他們的平台 其實聽了很多 但問題是 你只是找一個 這麼大的台 讓他們講一些 這麼隱屈的話題 他們可以講到什麼 以至於一些 不接觸到YouTube 接觸不到網絡的人 都可以聽到 其實都是搏一搏 其實很多辛苦是甚麼呢 錄影出門的時間只有20分鐘而已 但可能你跟他談的時間 可能要談一個小時或一個多小時 我也有請翔師兄上來宣傳這個 原本想請霍六壽 不過掌門人的掌佬聚會 下個禮拜也有 聊聊聊聊聊 只有兩個小時 但我們只剪了20多分鐘 怎麼辦呢 但內容太豐富 但做節目就是有這個取捨 我們只能抽一些醉精的 跟我們拍掌門人一樣 拍三個多小時 都是剪了40多分鐘 所以其實作為觀眾是很棒的 因為可以聽到那段時間最精最精的對話 但我看到May Yen可以坐在黎諾爾的大腿上 可以任意網絡做很多事情 她只看這些 我今晚有抱臨風 而且我一下子不覺意差點嘴了到Rondo 但沒事的 這麼大耳 你現在是大耳還是黑耳 今晚看就知道 但May Yen就可以這樣 但GM你呢 例如有些很juicy的話題 你可以在節目裏做到甚麼 即是你… 即是你… 即是你這個大胸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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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摸胸的時候 你在做甚麼 偷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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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一下 觀眾比你更近看 是嗎 是嗎 問電視 但你到北京都錄了很多集 已經錄完了 現在都是在剪等出界 你自己呢 你自己覺得 你第一次和May Yen的合作 或者這個節目 給了你甚麼體驗 給了甚麼體驗 其實我覺得 每一件事對我來說 都是斬新的體驗 因為我自己本身 未試過主持的一個節目 今次是一個助理主持 也叫做有May Yen姐帶著我 其實很多事情有 你倒極一點 很倒極一點 對 其中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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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快點說重點 就是很多時候 有些主持的技巧 怎樣問問題 很多事情我都未認識 在一直拍攝當中 其實我都是一直看著他 然後去學習 去吸收 還有有時候 我們剛才也說過 上下把的關係 這些其實我拍攝之前 真的沒有甚麼概念 原來拍完才知道 原來平時還是做出來的 是大家有合作 合作出來的 很多事情都對我來說是一個吸收的 不是一定合作的 很多事情都要你自己的反應 要做才行的 不是啊 我經常說 雖然我們會有報告的 很多時候跟嘉賓談 我稍後想問回當年的故事 他們會說這樣吧 我經常說 GM我們談好了 但你現場 你都要當第一次聽 他很容易 他知道了 應該啦 你應該要吵架 就是這樣啦 你知啦 挑逗眼眉就是 喂 你可不可以理一下 你旁邊的主持 他完全沒有反應 你可不可以搞到他可有可無 我說 我不想的 他知道 我花瓶你了 因為他的身體語言太舒服了 他放鬆了 因為其實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我們始終自然地會忠前 我們會有些反應 會動 他很想追問的感覺 雖然他追問不到 但你會有的 incentive 就是 我很想繼續聽 他就很容易放鬆了 我說你的身體語言 可不可以調整一點 你進局 可能始終第一次 又有緊張 沒有人教 就會有這個情況 所以不難 跟著一個新的師傅 你不可以師傅的盡力 我想你到第十輯的時候 第十輯應該 你應該已經四十多歲了 先回到第十輯 反正回來第一輯 你覺得自己緊不緊張 或者你最緊張的是哪一集 緊張嗎 其實每一集都有點緊張 說真的 如果最緊張我覺得是 阿風哥和Ron哥那集 今晚那集 因為我自己真的很喜歡他們兩個 有一點像小粉絲 見到偶像的感覺 即是見到我 阿Lo 阿錢家樂 很放鬆 他出不了聲 完全不是 又不是 我不是你偶像 不是 你聽我聽我聽 手聲 手聲 你聽我聽我聽 學習某些人 你知不知道 你錄完掌門 那集有誰 有大師兄 長師兄 露聲和蘭西 四個裏面有三個 即是長師兄 包括之後 跟我說 你可以顧一下小朋友 他好像全程沒有說過話 不如你幫幫他想想 你跟師兄 第一次見他都跟我說 你幫幫他 我 你想想有三個前輩 西姐簡直是 我都不好意思說 這樣 四個前輩 我們等了 射球給你提你的 是呀 就是讓你有反應 你知道嗎 你也是沒有反應 大家 化身有上身 你就是 不是 我現在說沒用 下個禮拜大家看 我自問第一輯 真的有點緊張 可能第二輯很好 沒有 我說沒有你的 下車 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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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多次機會 多次機會 挺有趣的 我總是覺得一粒一粒 剛才我們說 有上下把 現在 節目效果 現在看到GM 這種可能說 不是太有經驗 但他不是太有經驗 他亦都有一種好處 就是他沒有江湖味 還有一種志氣 真摯 所以大家會覺得 那種自然 就是在這裡 那種魅力 就在這裡走出來